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仙草就是中国中医药宝库中的珍品 灵芝 中医药鼻祖孙思苗把灵芝视为有病极致 无病预防的上上之药 神农本草经和本草纲木都有晚南黄山宣城出产上品灵芝的记载 灵芝对生长环境十分挑剔 它们惧怕高温 尤其喜好护养离子丰富的森林湿润空气 云乐地处黄山东北路 这里独特的山区小气候非常适宜灵芝生长 而且森林里百余年树林的栗树众多 栗树生长缓慢 营养成分丰富 它的斧根可以为野生灵芝孕育生长提供绝佳的机制 历史悠久的山城京德 全县仅有十五万人口 但森林覆盖率却接近百分之七十 由于土地有限 村民们自古以来就借着山势和水源 开垦出一块块梯田 这些梯田层层叠叠 错落有致 仿佛一幅诗意田园画卷 京德的生态资源丰富 是全国第一批被命名为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如今 灵芝之乡云乐 已经建成了国家临下经济示范基地 黄山云乐灵芝通过最大程度的 顺应灵芝均物的生物特性 在原生态环境中开创了深山森林下 防野生灵芝的种植技术 发挥了临下经济在生态脱贫中的作用 京阳镇的柳西村属于典型的浅山丘陵地区 这里有着一望无际的茶园 荒山上也都种植了矮矮的香匪树 然而 就在几年前 这里的老百姓还常常空对着风景如画的青山 却发愁挣不到钱 通过林泉制度改革 柳西村流转了农民闲置的荒山荒地 这里优越的生态环境 也吸引了外商来投资种植业 生态资源被盘活了 这个曾经贫困的小山村 走出了一条生态美 百幸福的绿色发展道路 从保护颜值到创造价值 京德在不断探索依托绿水青山 培育经济增长点的发展之路 因为这里的人们始终相信 祖祖辈辈 世代生活的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旺ด探索依托谇 Including mesh